货车掉进山谷 车头变形 车身回顺 驾驶喷飞掉在一旁 警校货波到场时 他早已没有生命迹象 意外就发生在台东泰马里新兴村 当时这台货车疑似刹车失灵冲下山谷 逃过一节的乘客回响惊悚瞬瞬间 仍心有余悸 然后他就把车移到旁边 然后他说要试试看有没有刹车 然后整台车就冲下来了 同行的女乘客说 当时53岁潘信驾驶才玩南瓜要一起回家 下山的时候感觉刹车怪怪的 而他则是闻到烧焦味 两人停车检查刹车 没想到潘信驾驶坚持要再试一下 结果车子疑似在没有刹车的情况下 一路往下冲进了山谷 事后路边的大树被撞断 还有三台机车遭波及 附近住户遭撞伤 索性送医治疗没有大碍 现场一片狼藉 地点位在深山 为了要厘清原因 警方拿起手电筒摸黑查看货车的情况 货车故障没有等待专业人有维修 驾驶冒险试车不幸丧命 也让家属被痛不已 TVBS新闻刘局